而过年很小朋友一起来做应景的手作 自制春联是简单又有趣 下面时间交给佩佩 过新年 穿新衣 大新帽 贴春联 放鞭炮 全家庭啊哈哈笑 我们手上拿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春联 春联呢 它都是贴在哪边的 门上 门上过年我们要换上新的春联 对不对 那原来春联好像可以自己动手作 你要不要试试看 要 那我们就要赶快请到今天 要教我们做春联的手作老师 演言老师 嗨 大家好 那你们现在手上拿的 这个是可以挂起来的 好 下面还有小铃铛 就可以挂起来 这看起来很像外面卖的 那原来可以自己做是不是 是的 其实它很简单 那今天呢就是先来剪春字 好 这个春字 那春呢 这个字它是对称的 好 左右两边是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用对称剪的方式 那这个是 演言老师已经先设计好的 那个纸模 对 那我们呢就把它对齐 那你要注意哦 画的时候要在这一边 那如果你画这一边 一打开 你剪完就变成两半了 所以你要注意要在 合起来的这一边画 那萌 你会描吗 还是我要帮你呢 好 那我帮你按住 那旁边要对齐 那你帮我描可以吗 那像我们要找这个纸模 是不是我们上楼去印春字下来 也OK 也是OK 那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 不一样的变化 譬如说这个村下面 我把它设计成暗星也可以 对 你可以自己去设计 那如果说你不会设计 你不知道怎么设计 那你可以直接上网去找 其实有很多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们剪黑色的线 没有关系 我们练习 我们练习好不好 那小朋友剪的时候呢 记得是要合起来 那他们常常会不小心打开 所以我们可以用订书机 把它订起来 是一个小配包 剪纸的时候呢 是剪刀不动 直转弯 如果小朋友还不会拿剪刀 或是比较不会操作剪刀的话 其实可以请小朋友 简单做个初剪 然后我们大人再来修就可以了 再把它修 对 对 你就站我心心一起 是的 好 转弯 直转弯 你有进步哦 老师 剪纸还有折纸 其实对小朋友来讲 是不是还不错的一个训练 对他们小肌肉来讲 是很好的训练 尤其是折纸还有空间感的训练 那其实像剪纸 我们会有三指开合的练习 那你的三指肌肉发展好了 其实对于他接下来要写字 也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不用害怕他们去 玩剪刀 对不对 对 其实你只要教他 正确的使用方式 那基本上小朋友知道 那个是有危险性 他们自己也会特别注意 好 那你要不要打开看看 你打开看看你的作品 好 这么看 我的总这样 你的呢 很棒 如果你想要贴在门上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春 贴到金色的纸上面 好 那就可以变成一张春帘 如果你想要做这个立体的呢 好 好 我两个立体 好 没问题 我们现在中间是不是有线 折衡的线 对 好 我们把这个对齐 两个对齐 然后不用了 没有 我们用订书机 要在这个线 要钉在这个线上面 钉在线上面 就成功了 有没有很简单 也很简单 过年后再这样没事的时候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 做那样的清晨 然后我们这边打一个洞 抓起来就可以了 好 所以今天老师跟我们介绍的春联 就是有这种平面的 然后也有立体的 都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 试试看 然后也可以增进 亲子界的感情 然后也可以训练 小朋友的小肌肉 是的 好的 今天谢谢老师 谢谢